拜拜 甜甜圈 真正的唱法绵绵 火锅米粉打盘机 拿走拿走别客气 哎呀小猴头妈 别唱歌了别唱歌了 你看哥哥都睡觉了 你也睡觉好不好呀 我不睡觉不睡觉 晚上我不喜欢睡觉 我不要睡不要睡 我要唱歌 我要唱歌 哎呀赶紧睡吧 你看都这么晚了 但哥哥睡得可舒服了 你也去睡觉好不好呀 我不睡我不睡 我就要唱歌 拜拜 甜甜圈 真正的唱法绵绵 小猴头妈 你睡不睡呀 我睡觉 哥哥可就打你屁股了 我不妈我不妈 你打我屁股 我也不睡 我不睡 我不睡 好呀不睡是吧 那我明天去商店 买棒棒糖的时候 不跟你买 而且买糖 为了是我的银花钱 我想给你买就给你买 不想给你买 不给你买 我呀自己买两根 我两根全都给我自己吃 啊哥哥 你不能这样 你要是不睡觉 我就不给你买了 嗯那好吧 哥哥 我睡觉是又是啊 哎呀没想到 奥特曼哥哥 还有这种方法呢 嗯不错不错 那你又睡觉啊 爸爸就先出去了 哥哥哥哥 你得保证 明天一定要跟我来帮帮他哟 好好好 只要你睡觉 我就给你买 那好那好 我马上睡觉 马上睡觉 爸爸今天出去打怪兽了 就留我一个人在家 给我拿一个鼠画本 让我在家画画 我来看看这里面有啥呀 这里面全都是我自己画的 奥特曼怎么样 帅气吧 我画的个真好看 听门听门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奥特曼好不好看呀 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不好了不好了 外面外面有好多的怪兽 怪兽来了 今天就你一个人在家 他们会把你封印起来的 这样呀 那我赶紧跑赶紧跑 奥特曼哥哥 你往哪跑呀 前门肯定有很多怪兽呀 我就从后门跑 哎呀不行不行 我刚刚看见后门 有好多的怪兽呀 那咋办呀 我想起来了 这随话本里面的奥特曼呀 只要我给他一个小红星 我的奥特曼哥哥就能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小奥特曼哥哥 你赶紧给奥特曼一颗小红星呀 他就能变出来保护你呀 哎呀 可是可是我没有小红星呀 小红星都在我爸爸那呢 那咋办呀 哎有啦有啦 听门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送给小奥特曼哥哥 一颗小红星吗 这样奥特曼出来了 就能保护他了 不然不然怪兽 会把奥特曼哥哥给封印起来的 奥特曼哥哥 这个旋转Tik真好玩呀 是啊是啊 小奥特曼 小奥特曼 别玩了 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小僵师 我不玩了 我爸爸来接我了 爸爸 走我们回家吧 小奥特曼 你看爸爸给你买了啥 爸爸给你买了最爱吃的巧克力 给你最爱吃的奶酪棒 哈哈谢谢爸爸 你对我可真好 爸爸爸爸 我可以拿一个奶酪棒 送给我的好朋友 小僵师吗 这当然可以了 小僵师 我的这个奶酪棒送给你吃吧 谢谢你奥特曼哥哥 那小僵师 我要和爸爸回家咯 好的奥特曼哥哥再见 小僵师小僵师 走别玩了 快跟爸爸回家吧 爸爸 你有没有给我买好吃的呀 嗯 小僵师 爸爸没有给你买好吃的呀 你想吃什么呀 他们家里啥都有 哎 这是谁的奶酪棒呀 嗯 爸爸想吃 吃了 喵喵喵喵喵 嗯 爸爸 那是奥特曼哥哥 送给我的奶酪棒 你怎么能吃了呀 哼 爸爸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小泰罗 你快看 哥哥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水 哥哥给你浇上一点水 你就会变得和哥哥一样强大了 真的吗 哥哥 当然是真的啦 哥哥怎么可能骗你呀 现在哥哥给你加一点水吧 哇 哥哥 我真的变得和你一样强大了 哥哥 我要去帮你好好的教训教书怪兽 弟弟弟弟 等等 哎呀 弟弟跑得也太快了 他到底知不知道怪兽长什么样呀 我是小妖怪 逍遥有自在 难道这个是怪兽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哎呀 我没有打中 我再来试一试 奥特曼光波能量发射 泰罗奥特曼 你干嘛呢 我 我是哪吒 你干什么打我呀 哼 你还想骗我 你明明就是怪兽 你都自己说了你是小妖怪 肯定就是怪兽了 让我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别别别 泰罗奥特曼 我真的是哪吒 你别打我 你不相信 你可以问问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呀 嗯 那好吧 那我来问问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他真的是哪吒吗 如果是 有发送小红星告诉我 如果不是 有发送数字666 告诉我 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吧 哥哥们 哥哥买了你们最爱吃的金币巧克力 怎么快变身出来吧 诶 明明只有两个弟弟在家 怎么会有三个弟弟在家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 哇 有我最爱吃的巧克力 大哥大哥 我要变身了 哥哥 看 我变身成功了 那接下来该我变身了 哥哥 看 我也变身成功了 诶 那你生病了 要不哥哥带你去医院看看 哥哥哥哥 我没生病 没生病 你怎么不变身呀 你再不变身 我就用奥特曼光播教训你了 别别 奥特曼哥哥 我马上变身 啊 怎么是小怪兽呀 你怎么会来到我们奥特基地呀 你是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呀 不是不是 奥特曼哥哥 你别误会 是因为我的哥哥们经常做坏事 我不想做坏事了 我想变成好孩子 所以我就来到奥特曼基地了呀 奥特曼哥哥 你们能收留我吗 哦 原来是这样呀 可以 当然没问题了 那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巧克力吧 谢谢你奥特曼哥哥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呼吸 帮我谢谢奥特曼哥哥呀 拜托你们了 兄弟们 我们今天打败了那么多怪兽 都累了吧 我们快休息休息 好的好的 我先把我的武器放这 我也把我的武器放这 还有我的武器也放这 奥特曼哥哥 奥特曼哥哥 不好了不好了 怪兽又来了 什么佩奇 怪兽又来了 兄弟们快起来 怪兽又来了 好的大哥 我要带上我的武器出发了 我也要带上我的武器出发了 你们等等我 我的武器呢 武器都我明明放这了呀 怎么武器不见了 到底被谁拿走了 不行 我要赶紧去找找我的武器 小羊苏西小羊苏西 你有没有看到过我的武器呀 我还要去消灭怪兽呢 啊 原是奥特曼哥哥呀 有没有看见过你的武器啊 那好吧 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今天运气可真好 捡到一个玩具 拿回家去玩咯 小张师拿的武器 好像是我的 小张师小张师 等等等等 怎么了奥特曼哥哥 小张师你拿的玩具 好像是我的武器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就还给你吧 没事没事 我要带上我的武器 去消灭怪兽咯 诶 听说小孩的奶粉可好喝了 而且喝了还会变得特别强壮 我也想尝尝 小朋友 我这有好吃的棒棒糖 送给你吃 你把你的奶粉给我喝喝呗 不可以 我要喝这些奶粉 我还要长身体呢 诶 胖胖胖都不要 有啦 你看 我这还有好吃的巧克力 给你吧 有巧克力我也不跟你换 啊 巧克力也不要 那我再想想 好了 你看 我这还有好吃的蛋糕呢 还是巧克力味的 可好吃了 甜甜的 那也不和你换 你不跟我换 那我就要抢走了 有人抢东西 抢东西 快来人呀 你这个怪兽可真坏 连小孩的东西都抢 快拿过来 还有这些 你可真心 小朋友的东西你都抢 不 不是的 居然将是 你误会了 这些是我的 不可能 这些一看就是小朋友们的 快还给小朋友 这 这些真的是我的 你 你不信呀 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他们可以为我作证 嗯 那好吧 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这些东西是不是怪兽的呀 如果是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不是 就发送数字666吧 哈哈哈哈 兄弟兄弟 你今天知道 名气有多好吗 你看我一共封印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看六个奥特曼哟 哎呀 大哥大哥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六个奥特曼 你可是创造了奇迹呀 那当然了 你大哥是谁呀 你大哥可厉害了呢 你呀 在这好好守着呀 我呀 再去封印几个奥特曼过来 老大老大 你 你要是走了 小朋友们 点点小红星 把他们放了出来咋办呀 哎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小朋友们呀 现在上学 没时间管我们呢 所以呀 你就好好看着 没问题的 大哥 我相信你 听不见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发送小红星 这样奥特曼就出来了 哎呀 奥特曼怎么出来了 难道是小朋友们 点点小红星吗 你这个怪兽 居然把我这么多兄弟 给封印起来 今天就要你尝尝 我的厉害 能量激光发射 哎呦呦 奥特曼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哎呦 看来这次我跑不了了 你当然跑不了了呀 我呀 还要把你另外一个兄弟 给封印起来呢 听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再多点点小红星 这样 我的那些兄弟 全都能恢复回来 这样另外一个怪兽 我们一定能封印起来的 布鲁 你怎么又乱跑呀 快跟哥哥回家 你是谁呀 我又不认识你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弟弟弟弟 你怎么又把哥哥忘记了 快跟哥哥回家 这呀都这么晚了 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呀 哎 自从我的弟弟 不小心中了僵尸的魔法 就失忆了 带到我们怪兽王国 看奥特曼以后 还怎么欺负我们怪兽 我又不认识你 我不跟你走 万一你是坏人可怎么办 那你就在这待着 我去把爸爸叫来 布鲁哥哥 布鲁哥哥 快跟我走呀 你不是要去我们家玩吧 我来找你了 啊 你又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 我是你的好朋友乔治呀 乔治 你长得这么凑 我觉得不是我的好朋友吧 不过 我忘记了很多事 我也不知道你又没有骗我 布鲁哥哥 你看 这是你最爱吃的棒棒糖 我都给你带来了 快吃吧 吃完以后就去我们家玩吧 嗯 知道我最爱吃棒棒糖 那我们应该是好朋友 哈哈 这个糖果被我试了魔法 小豪特曼只要吃了 就会听我的话了 嗯 小朋友们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们知道吗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看 我今天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棒棒糖 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 布鲁哥哥玩了 哎 小猪 你在这干什么呀 我要去 去找我的好 好朋友 你就让我过去呗 小猪 你想过去啊 也可以 把你的糖果都给我留下 不 不行 这个棒棒糖 是我要送给我的好朋友的 不能给你 小猪 你不给我是吧 不给我 我又要把这些糖果全拿走了 快来扔呀 救命呀救命呀 谁能救救我 有人欺负我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速度666 帮我通知奥特曼哥哥来吧 咻 坏兽 你又在这干什么呀 啊 奥奥奥特曼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有人通知我 你在这做坏事了 难道是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怎么这么多关心事呀 奥奥特曼 我没做坏事 他就再也不能做坏事了 好 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封印 好了 你可以去找你的好朋友了 谢谢你奥特曼哥哥 不客气 看 这个是爸爸给我新买的面具 不要带着面具 去找我的好朋友玩咯 乔治乔治 我来找你玩了 啊 怪怪兽 赶快跑呀 哎呀哎呀 乔治 你别跑别跑 我是奥特曼哥哥呀 我要去找奥特曼哥哥玩咯 小教室小教室 我就是奥特曼哥哥 啊 怪怪怪兽 赶快跑呀 哎呀 怎么都跑这么快呀 我真的是奥特曼 他们怎么回事呀 怎么都不相信我呀 难道我带着这个面具 很吓人吗 乌乌阿哥哥 救命呀 怎么啦乔治 乌乌阿哥哥 前前前面有怪兽 乌乌阿哥哥 救命 前前前前面有怪兽 你快去看看嘛 什么 有怪兽 走 你们两个赶快带我去看看 怪兽在哪呢 乌乌阿哥哥 你看怪兽在那呢 对呀 乌乌阿哥哥 怪兽真是太吓人了 你快帮帮我们吧 乌乌阿哥哥 乔治 小教室 我不是怪兽 我是奥特曼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怪兽 看我怎么教训你 别别别 乌乌阿哥哥 我真的是小奥特曼 我才不相信呢 看我的蒙脸光波 哎呀 呼 呼噜个阿哥哥 我真的是奥特曼 算了 我还是先把这个面具摘了吧 啊 原来你真的是小奥特曼呀 奥特曼哥哥 你这个面具也太吓人了 以后你再也不要拿出来了 好不好呀 好好好 我以后再也不戴这个面具了 我们一起去玩吧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到家了 哎 这个水花盆也太大了吧 哎 小猪 你给我站住 我在这可是等了你半天了 快说 这是啥呀 快把它给我 我不能给你 不能给你 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买的 我还没有打开过呢 不行不行 这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要打开 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来看看这里面 啥呀 白白的 啥都没有 什么东西啊 都是白白的 哎 你看就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瞧着瞧着 快说 这是啥呀 怪兽 我告诉你吧 最好你不要看 要不然有你好受的 是吗 我还不相信呢 不相信是吧 你看 我这个呀 可是水花盆 你看 我随便打开一眼 拿上我这只魔法笔 往上面一画 看 就出现奥特曼了 怎么样 怕了吧 哎呦 这里面是奥特曼呀 哎呀呀 早知道我就不看了 好奇啥呀 好奇 哎呀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怪兽 你不许走 奥特曼哥哥 马上就出来了 哎呀 马上就出来了 哎呀 赶紧跑 赶紧跑 不然 奥特曼出来了 我可就跑不掉了 赶紧走 赶紧走 哈哈哈哈 这个怪兽可真笨 这么容易被骗呢 这不就是一本水花本吗 还真以为是奥特曼呢 哎呀 这怪兽也太笨了吧 爸爸爸爸 我们回来了 你看我们这次考试都考了一百分 都考了一百分 这怎么可能 明明你们老实说 只有一个人考一百分呀 怎么会有两个都考一百分呢 快说 到底谁在撒谎 爸爸爸爸 我真的考一百分 我而且每次都考一百分呢 爸爸爸爸 我也考一百分 你们都不说实话是吧 如果谁撒谎 鼻子就会变长哦 啊 我可不想鼻子变长 爸爸爸爸 对不起 是我撒得谎啊 我也想吃肯德记 因为你说只要考一百分 就会带我们去吃肯德记 所以我就把我的十分 加了一个零变成一百分了 鼻子原来是你呀 爸爸不是告诉过你 不能撒谎 更不能改分数呀 虽然你考十分 只要你继续努力 考一个好的分数 爸爸也会带你去吃肯德记呀 但是你这样撒谎 可是不对的 嗯 爸爸爸爸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你就原谅我吧 嗯 那好吧 爸爸自信就原谅你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做了 嗯 爸爸 我知道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学 鼻子这样修改分数 知道了吗 知道的话就发送小红星吧 奥特曼爸爸 奥特曼爸爸 嘘 瞧着瞧着 你小心一点 我爸爸都是睡觉呢 你跟我说就好了 奥特曼哥哥 外面外面 有怪兽 有怪兽呀 走走走 咱们去看看 小奥特曼哥哥 你能行吗 我当然能行啊 走走走走 奥特曼哥哥 你看就是他就是他 你这个怪兽 又跑出来伤害小朋友 呦 这不是小奥特曼吗 你的爸爸呢 是被我打倒出不来了吧 今天不用我爸爸 我都能把你打倒 是吗 我都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能量激光 发射 呦 看对我没用吧 小奥特曼呀 小奥特曼 你这也太小了吧 你是打不过我的 看我还有其他办法呢 能量变大 无拉无拉变 看我变大了 能量激光 发射 呦 哎呀奥特曼 居然还能变大呢 哎呀好厉害呀 好厉害 打不过 打不过呀 赶紧走 哇小奥特曼哥哥 你好厉害呀 哎小奥特曼哥哥 你早有变回去了呢 因为我的魔法 只能维持一会儿呀 需要很多的小红星 才能维持到原来的那样呦 哦 是这样呀 听门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送点小红星给奥特曼哥哥呢 这样他就可以变大 去保护小朋友 打败怪兽啦 爸爸魔法 变 哇 很多的糖果呀 我要吃我要吃 小怪兽小怪兽 等等等等 这个不能吃 爸爸 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呀 小怪兽 这可是咱们家唯一的零食了 而且爸爸在这上面施了黑魔法 所以你不能吃 爸爸 你都说了这是唯一的零食了 为什么你还要施上魔法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走 儿子会跟爸爸躲起来 来人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爸爸有什么用了 哇 好多糖果呀 我最喜欢吃糖果了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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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哥等等我 给我留一点 我要吃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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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还有我 哥哥等等我 我也要吃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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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糖果可真好吃 哎 你是谁呀 你又是谁呀 哈哈哈哈 爸爸 他们是怎么回事呀 怎么都不认识自己的哥哥了 儿子 那是他们中了爸爸的黑魔法 所以都失忆了 现在他们就会听你的指挥了 你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会答应你的 啊 真的吗 爸爸 这当然是真的啦 那我来试试 萝卜哥哥 我要吃棒棒糖 你快去给我买 好好好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啊 爸爸 这是真的 萝卜萝卜 你怎么在这里呀 爸爸到处走你 他跟爸爸回家 嗯 爸爸 你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呀 哎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怎么萝卜不认识我呀 难道他中了黑魔法啊 失忆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呼吸 解除他的黑魔法呀